印尼第二大城市位于爪哇岛的四水市 昨天有三间教堂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 警方证实发动孔习的是一户从叙利亚回国的六人家庭 他们是一家人 他们共同策划了这次的恐怖袭击 孔习当中总共导致了13人死亡 超过40人受伤 但是没想到还不到24小时 同样在四水当地的警察总部也遭到了这个炸弹袭击 两天下来 孔习事件造成的死亡人数突破了20人 我们来看一组国际快报 一米四水警察总部的壁炉电视画面显示 今早8点50分左右 有队男女共起一辆摩托闯入警局内 然后引爆了炸弹 造成10人死亡 几十人受伤 死者包括4名警员和6位民众 镜头转到昨天遭炸弹袭击的三间教堂 目前现场是满目疮痍 警方和民众回到了现场进行清理工作 印尼总统佐科威在现场巡视时 也严厉谴责涉及恐袭的一家六口 只批他们做出野蛮行为 阿富汗东部贾拉拉巴德的一座政府大楼 发生自杀式汽车炸弹恐袭 现场多达15人死亡 约40人受伤 救护车抵达后 现场民众和警察纷纷抬着伤者前往医院 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已经出面承认干案